Foot Locker为何能混得风生水起? 集合店的形式在国内购物中心里,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,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领域,都开出了各式各样的连锁型集合店,例如化妆品斯福兰,家居集合店造作,奢侈品集合店连卡佛,服饰集合店KERRKROES,鞋铝集合店Map by Bell,眼镜集合店Cote,等等。 在运动装备领域这一块,也有不少玩家,例如CPU、Sport、Tops Pass等运动品牌集合店,或将成为下一个零售终端重要趋势。 不过,目前亚洲最大的多品牌运动鞋集合店,仍是日本的鞋业巨头ABC Mart,而市值将近50亿美元的北美市场老牌运动鞋零售商Foot Locker,从去年开始,也重回中国市场,TAA核能45年屹立不倒。 老牌连锁球鞋零售商,专注高端球鞋。 对于Foot Locker,球鞋迷们应该不陌生。 1974年,世界上第一家Foot Locker实体店在美国加州开业,历经45年的发展,如今在北美、欧洲、澳洲、亚太地区的24个国家,拥有3300多家门店,成为美国最大的球鞋,即服饰零售商。 作为美国老牌连锁球鞋零售商,Foot Locker多年来一直专注高端运动球鞋,与多个体育品牌开展合作,是众多Snakerheads热爱球鞋机文化的人,心中必去的朝圣之地,朝鞋文化渗透到公司的每个角落。 Foot Locker能获了几百个运动品牌,其中最主要的是Nike、Adidas、Tumen、VF、以及Under Armor这五大品牌的产品,这五大品牌的销售,占公司运动品牌销售的91%,其中Nike独占68%。 据了解,Foot Locker 2018全年销售额,同比增长2%至79.39亿美元,刷新历史记录。 该公司一直专注于为青年文化带来差异化体验,此前,参与线上儿童服装品牌Rockets of Awesome的1950万美元C轮融资,环层投资1亿美元,给全球最大二手球鞋交易平台GOAT,以及高档女性运动服装品牌CARBON38,鞋类设计学院Penso和儿童球鞋品牌Super Heroic。 一家店的上千种选择,门店形式多样化。 不了解Foot Locker的人也许会以为这只是一家普通的运动品牌集合店,但比起普通的球鞋店,TA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三个方面,一精选高端运动球鞋。 Foot Locker已独到的眼光从不同品牌中,精选出,符合自身品牌定位的产品,让顾客可以在同一家店内,拥有上千种不同的选择。 实现一次性购买多个品牌球鞋的需求,还有各种原价限量球鞋,以及独家限定款式。 2O2O模式 早在1997年,Foot Locker就建立品牌的综合性零售网站,比阿里巴巴还早两年。 FOOTLOCKER.COM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运动用品网络零售商,线上业务是成为主要的增长点之一。 消费者可以购买到数百个运动品牌的产品,还可以在线上查库存,预定位上市的新缓鞋。 2018年,Foot Locker进驻天猫国际开拓中国市场数字渠道,通过线上加线下的O2O模式,为消费者提供全新的购物体验。 3. 三独特的营销方式 Foot Locker一直以来都倡导的专业体育的艺术,TA家的广告营销,也是围绕这个主题来展开,将宣传重点放在赞助各种比赛上,例如赞助早年赞助三对三篮球赛,NBA三分大赛,专业球鞋设计大赛Pencil并实现球鞋量产与售卖。 4. 也热衷于扮演专专业体育的推动者,捆绑体育明星,签下体育明星代言团队,UA的库里,Nike的杜兰特,Adidas的哈登等等。 4. 门店形式灵活多样。 Foot Locker根据不同产品品类,地理环境,消费者年龄层等因素,开设了多种不同形式的连锁门店,Foot Locker Approved,House of Hoops,Adidas A Standard,Tumbo Ab,Champs Sports Winner Game,Foot Action Owned,Kids Foot Locker,Lady Foot Locker等等。 其中,Foot Locker曾与Nike联手为纽约全明星赛特别打造了全球最大一间House of Hoops门店,位于纽约Madison Square Garden,占地面积约5100平方英尺,涵盖了Nike Basketball,Nike Sportswear以及Jordan等系列产品。 回归香港,开出中国首家旗舰店。 从2017年开始,Foot Locker就开始关闭多家低效率的门店,陆续开设一些高端的精品店和旗舰店。 2018年,Foot Locker开设四十间精品旗舰店,其中包括香港旗舰店,位于寸土寸金的尖沙水,Foot Locker此次回归香港,再度重启中国地区业务,开出中国首家旗舰店,目的是想让潮鞋文化走进中国消费者。 这家旗舰店囊括了Ideals,Nike,Benz,Ray Buck,Tuman,Champen等一众知名运动品牌及潮牌,覆盖了从英诱儿,儿童到成人男女多个年龄段的运动服势级鞋款,还有独家巴布的限量鞋款,以丰富的鞋款,亲民的价格,可靠的品质,打造多品牌,全品类的体育用品购物体验。 而门店设计上,融入了许多香港本土元素,由香港艺术家负责创作店铺壁画,展示了香港城市文化及球鞋文化,还会定期与本地创意人士合作,为店铺定制艺术作品。 三层楼的超大旗舰店,其中1F是男士专区,2F是女装及童装童鞋。 3F化分为多个不同区域,不仅有House of Hoops篮球专区、Jorgan专区,以及斑布带定制专区。 开业限定期间,还联合Black Rose Barbershop提供免费的男士理发专区、Xbox游戏设备等体验区。 今年1月,其全球首家TowerStar概念店在美国开业,占地8500平方英尺,面积更大,内部设有女性和儿童专区,满足家庭式消费需求。